等等这些大家实在是忍无可忍 因为那是一连串的累积 如果没有前面这些动作 我觉得后面相对来说 这个失控的状况就会减少 当然民进党也不能因此就推卸责任 民进党还是有他的责任在说 他必须要为他自己的这个群众运动 有组织性的这些活动来负起责任 同时我们也要呼吁就说 在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第四次江城会当中 人民一样要去表达他的一个相对的 言论自由的权限 但是我们也要呼吁说 任何会有暴力或者伤害他人的行为 或者妨碍太大多数人公共安全的情况 都是应该要被这个制止的 我这样请教你 如果说这一次崔宁来台湾到台中去的话 警方没有所谓的执行过当的问题 不会去骚扰民众 不会去挑衅 也不会去弄人家国旗 也不会去搜查的话 而发生暴力的行为 民进党的负责 我认为这次的几率会降低很多 这个就是执政者的这个智慧 我认为去年台北市的这个警察 是受到高层的指示 搞不好连郝龙斌都是很无奈 被迫要这样子去下指令的 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今天我想胡志强 他是一个更有这个政治经验 而且是更有相对来说 智慧比较高的人 应该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想从他之前的这一连串的发言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事情其实是多方都在学习 包括执政党 包括在野党 乃至于全体的人民 大家都在学习 但重点就是说 我们能不能从一次又一次的学习当中 真正的把台湾人民的声音表达出来 其实老实讲 陈运林不过就是一个代表来签署的人而已 我们也不需那么多高规格的接待 我说为了高规格的接待 除了说用这个什么高维安 同时人民也不用那么高度的去注意它 这个是一个相对的 就是因为政府现在要用这么高的一个规格 这乃至于引起人民的一个相对来说 那个心理上受到冲击 所以他觉得说 哇 你政府反正重视陈运林 当然我也要重视他 所以我当然要照这个机会去表达我的生意 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都有一体两面 可是我们真的还是强调 当发生暴力事件之后 所有原本的所有的诉求 通通都会被扭曲掉 所以我是呼吁人民 如果我们要把很清楚自己的声音能够表现出来 那个合理的手段跟和平的方式是绝对有必要的 没错 关于这点 到底能不能在接下来马上登场的第四次江城会 在台中举行的这个活动呢 能不能所谓的台湾兼顾到言论自由 民主的价值以及和平非理性 上次陈云宁来台湾的经验 我们记取到多少 这次我们又该如何学习 欢迎观众朋友们又打电话 进来一起讨论 树林的吴先生你好 我可以讲吗 请说 大家好 其实暴力大家都不允许 那也不被不被鼓励的 但刚刚议员有讲 就是说这个暴力呢 有时候是行动暴力 言语暴力等等之类的 一端被激发之后 另外一端的反击 不管是警察不管是人民 两端都是一样的 那刚刚我看到 主持人拿的那个 那个牌子有没有 上面就写一个我觉得蛮好笑的 可能是去年记者被打 然后他们写 可能以颜色衣服区别 这个意思是 衣服不用打 那人民就可以打 是这个意思吗 因为我觉得那个地方蛮诡异的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对不对 你记者 记者你配戴一个识别 我觉得那是OK的 那把他 把他记者的衣服 做一个颜色的区分 是让警察 不能去打那个 所以人民是可以打 是这个样子吗 我觉得那个地方 是我觉得很奇怪的地方 我的意见 好谢谢 这个警察真的要注意 也不希望说看到 穿背心的就特别打 台北的陈先生你好 你好 我是陆军1598提示的 我在民国79年在马祖 那时选总统 是我们提升战备 我们打了两次高射炮 第一个有颁马祖之光 那我们是第二个 我们没有颁奖 还被修理 后来我爸爸当兵前 是开兵式的 现在被共产党 整到现在骑脚踏车都没有 那为什么共产党 还利用我爸爸去大陆投资 然后因为我到广州 制造很多证据 还带我到北京的 哪里上海 还去那个广州里面的机场走一走 制造我是内贼 我应该要颁发新张的 那我们这些军人 他们有三艘蛙人过来 被我们陆军用M16射击一整晚 那这些死伤的官兵 那他又报复我们 那你现在如果统一的话 我们这些官兵怎么办 以前我们的 要完整比较像消灭万二共匪 现在已经取消掉了 那一年就取消掉了 那1996年我加入民进党 李登辉就派肖天湛跟我爸爸去大陆谈判 要把我杀掉了 李登辉跟陈水扁 就是出卖我们这些国防部的官兵 那这件事情要先公布 再谈统一 好谢谢陈先生 就是国军为谁而战 为何而战的问题 来嘉义的黄先生你好 好 请说 我请教那个赖议员 其实这个执政党最重要的问题 就在都没有说实话 上次总统都说白菜了 您的政策没有达到 到时候签罪警办也没有做到 行政院长也是白菜了 赖宿如你都是一天到晚 帮执政党再擦屁股 你自己自打嘴巴的案子太多太多 王先生你可不可以讲的比较具体一点 我们就比较不要射到人身攻击 可不可以具体的讲说你的意见 抱歉他挂掉 台中陈先生你好 陈仙 我是台中陈先生 请说 我不太欢迎他们来 因为又要来乱了 你们那个标题写的很好啊 和平非暴力如何坚固啊 我希望就像你们民进党讲的一样 一定要这样做啦 还有啦我先讲啊 我本身在大理 那我先办台中工作 你们民进党 这假如在台中乱的跟台北不像一样的话 你们简兆洞小心一点 看他会不会当选 我就讲这样 你们要小心一点 好谢谢 新竹徐先生你好 徐先生 徐先生请说 主持人你好 三位专家你好 我是国民党的 我是黄复兴党部的 陆昊东的 我觉得来者是客 我们不要用暴力的 我们做的发言总可以吧 我们是自由民主国家 当然有自由发言的权利 但是国旗是我们的像家里面的排位一样 不要踩在地下 那会很倒霉的 我觉得要读一点书 我们国民党要读书 要读三国你知道吗 就像那个军师 那叫什么诸葛亮 我们扇子三啊三啊三就好了 我们何必动出呢 对不对 我们又可以给大陆业务支援我们 我们也会帮助他们 所以大家好谈 不要动用暴力来者是客 是不是 所以讲说 这个很重要性 要读书 叫我们的主席要读书 不要什么金小刀小刀的 那个对自己不好 会射到自己 我跟你讲的意思是很清楚的 好 谢谢 大家都尽量多读书 朱姐你可不可以回应一下 刚刚包括说 也许对你有一些批评 或者是对马总统 有一些批评的地方 其实如果批评 它是合理的 是我们做的不够好的 我们都会来做检讨 那如果是涉及主权意识 不同政党的一个声音 我们也会听听 那我觉得 这边我要特别强调 就是说刚刚有一个 有一个 就是说观众打电话过来 他说来者是客 所以对于客人 我们作为一个必要安全的维护 我觉得还有管制 这个是应该 就好像如果今天是我们到大陆 万一发生我们台湾 过去那边被打 被欧伤的事情 那个也是会非常严重 将秉昆去那边被打 我们也不高兴 那个也绝对不高兴的 所以他来访的这些大陆的友人 他的人身安全 一定要保护他们的安全 我们用败的 没关系 我们的主持人一直是这样子 那我特别要强调一点 就是刚刚嘉欽他在讲说 这个警察执行过当的很多的行为 是上层的指示 我觉得这个部分并不恰当 是不是上层指示你应该要具体的内容 如果没有 那你说就是上方的 我跟你查证一下 上层到底有没有指示警察要这样子执行 那我跟信聪讲 今天能够不制造冲突对立 是执政党一个最大的一个圆满结果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原则 他为什么要去叫他执行过道 然后再制造冲突 那所以是警察自己的行为 逻辑性是不对的嘛 我觉得如果是警察自己的行为 我们也没有看到事后对这种执行过当的警察有什么 不会像那个警察 民事的民事的警察有帮他打伤 警察王周军都有过去道歉 致歉都有 那有关于说 如果今天我刚就讲过 我也不同意警察人家 哪怕你知道他是要针对主权 拿着国旗来去做一些示威 也是他言论表达自由的一环 我觉得你警察也不能够强硬把人家没收 可是那个警察也没被惩处啊 我不知道后来有没有惩处啦 但是我是不允许有这样的行为发生 但是我觉得 您愿意 您做呢 您 您 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